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家先发投手Madelein今天表现优异 主投6.1局被打出两只安打 投出4-4三阵和4个保送 只有一分4则分 交出优质先发了成绩单 只有一分的领先 交给黄家钢铁班的牛红接手 没想到把守第一关的Herrera就出状况 重新回国的Soria更是提着满满的汽油桶上场 Soria在八局下半 先被Burns打出三连安打 接着Reddick的中外野飞球 让两队在粉蕾前形成精彩的攻防战 同样是只有一分的领先 运动家的终结者Madezen 就毫不客气地封锁昔日老东家的反攻 运动家中场就以3比2逆转击败黄家 黄家四连胜之后吞下二连败 在美年中区和白袜并列第一 我们一起期待王瑞王太奇正好报道